倒数一个月就是每一天只睡三个小时 一般都是凌晨四点左右睡 然后早上六点多就要起来 起来然后去学习 就是为了实现那个理想 每天早起五点多 其实就已经开始起床去拼了 最后去翻我的那个小抽屉 写了大概有半抽屉的一个笔 在教室里不回宿舍嘛 我自己吓了 然后刷题刷一个通宵 然后第二天接着正常上课 累了接着就眯一会儿 讲了接着刷 因为发烧 然后去打了一天的针 等我第二天回学校的时候 我的课桌上的那个数学试卷是这么厚 我是18年参加高考的 高考完是去了广州上了四年大学 对大城市的向往 也是因为高考产生的 然后现在也实现 当时只想考更高点分 然后现在也是算是实现了吧 现在也是成功的进入学校 然后学那个进入专业 当时最想上的专业是摄影 但是最后跟我选择的专业 完全是两个毫不相关的方向 最后选择的专业是师范专业 我高三的时候其实想成为一个导演 后来没考上 遗憾还蛮多的吧 但是只能学着接受了 可能越简单的部分 可能就越容易出错 我高考数学的时候就是因为 这个错了一套非常简单的题 然后导致我没有上一本 不要在这个个别题目上花太多时间 我理中的话那个物理最后一题没做完 然后扣了将近20分吧 早点去考场别迟到 本来是我父母开车送我去考场 然后但是确实比较堵 然后后来就下车骑了自行车 就差点迟到了 下来了非常大的改变 我和我的老婆就是在大学认识的 好好学习 好好高考 以后有可能会在大学遇到一个队的人 早起到现在我还保持着 每天其实会早起来一个钟头 然后做这一天工作上一些规划 我现在每天大概六点多左右 然后进行20分钟一个跑步 当时我是能做个计算机的 当个程序员 现在做测量等时候没学好 干个其他行业 上大学也不能太放松了 上大学也要好好学 让我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看到了不同的生活 03104年电脑还有手机都刚刚兴起 我们那会儿就包括一起去看电脑 看手机 对我来讲个人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可以 准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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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